微塑抽脂其實它跟其他種類的抽脂最大的不同 就是說其他種類的一些抽脂 它對於一些神經血管的破壞可能比較多一些 那還有一些對彈性行為的破壞會多一些 那所以對於在手術當中的一些出血量 或者說手術術後的一些皮膚回彈 微塑在這方面的控制 相對起來我覺得會比較好一些 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微塑它本身是一種特殊超音波 那這個特殊超音波呢 它在做脂肪的乳迷化的時候呢 這個脂肪透過超音波共振的原理 把這個脂肪把它震下來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 它對於脂肪比較有選擇性 對於神經血管啊 彈性纖維這些破壞都會比較少 所以相對起來的話 手術當中這個視血量會比較少 然後術後的這些皮膚的回彈也會比較快 複合式龍乳 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們在一般的龍乳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遇到有一些客戶 可能他的一些乳房組織 比較不足的狀況之下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的話 有時候我們把這個液乳把它放進去 或把這個果凍細膠放進去的時候 看起來會比較假 會比較 比較求感這種感覺 那我們的方式呢 其實除了脂肪的層次上面之外 另外一個方式的話 就是我們可以複合式的龍乳 所謂複合式龍乳 就是我們可以把 除了放果凍細膠之外 我們外面還可以再用一些自體脂肪 去修飾這一些我們所謂的這個代元感 所謂的這個果凍細要代元感 或是降低它的一些求感 增加它的一些自然度 那如果說有沒有什麼一些 特別的一些客群 用這樣的方式來做 譬如說產後的一些媽媽 他有些狀況就是 比如說他的乳房 可能會比較萎縮一些 尤其餵完奶之後 這個乳房的一些軟組織可能會已經萎縮 皮膚組織呢 又因為被脹奶給脹過 然後他可能沒有完全彈回來 所以看起來的話 有一點點下垂 或者是說看起來沒有那麼樣的飽滿 那在這種狀況下 有時候我們單純用自體脂肪去做移植的時候 有時候呢 他的整個量 他的撐起來的那種幅度 可能會差一點點 那如果我單純只用果凍細膠去做的話呢 他雖然把軟組織撐起來了 但是上面的比如說上胸啊 還有胸部中間的這個乳勾的位置 可能還會差一些 那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我會特別特別建議可以用複合式的農乳 比如說乳勻有時候可能有點皺皺的 我們也可以用一些自體脂肪 打在這個乳勻的附近 讓乳勻的部分也把它就是撐開來 整體的胸部看起來 我覺得整體的效果應該都會滿不錯的 這次採撐著 歡迎 view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